歡迎收看宅男的世界 我是怡靜 今天晚上 我相信很多粉絲都很期待 因为阿汤哥要出席 电影神鬼传奇的首映会 很多人应该已经在现场等了 刚刚还有人跟我炫耀说 今天晚上要去看阿汤哥 这一次 汤克鲁斯其实来到台湾宣传芯片 他是旋风访台 两天一夜的时间 但是他对粉丝非常的亲切 他从抵达台湾 就在机场帮粉丝签名 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这一刻 好莱坞男星汤姆克鲁斯 一身黑衣 现身亚洲记者会 宣传芯片神鬼传奇 阿汤哥才上台 画甲子一开 大聊拍片过程 对于每个特技动作 都要求自己和其他演员得亲自上阵 当我拍摄拍片 人们跟着我 我希望很多人 这些电影 他们都要做的 安娜贝尔没有做过准备 我非常感兴奋 我非常感兴奋 我一个非常竞争 我特别的竞争 我特别有机会 做过准备 我非常感兴奋 手动合作两位女星 安娜贝尔瓦利斯 以及苏菲亚 波提拉 阿汤哥 戏里戏外 都是英雄 它会变成我 因为当《红射》 回到《红射》 它会变成了 在《红射》 我看着Tom 我说Tom Tom Tom 我疲惫 我疲惫 你只听了 三 二 然后你听了 Tom 红射 别担心 安威尔 我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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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台湾 选为神鬼传奇 宣传第二站 除了亚洲记者会之外 晚上还有红檀首映 阿汤哥 旋风来台两天一夜 不只遵守承诺 也要用魅力 拉拢粉丝进戏院 听于BS新闻 江明和卢宏 张沈锦阳 SV小组 听到 好 相信阿汤哥 在新片当中 又有博命演出 但是说到 演艺圈的艺人们 其实工作很辛苦 身体还是要顾的 最近就有一个消息 传出来 让很多的粉丝 非常不舍 就是南韩的人气演员 金宇斌 他在27岁 不过现在经纪公司证实 他罹患了鼻烟癌 那么金宇斌听说 他原本还想隐瞒 他的爸爸妈妈 去接受化疗 甚至很担心 会耽误到 芯片窃听的进度 他一度还想延误就医 还好旁边的人 赶快说服他 赶快去就医 他现在要放下 所有的演艺事业 上个礼拜才刚发布 韩国男神金宇斌的最新咖啡代言广告 没想到24号就惊传他罹患鼻烟癌的消息 韩国媒体大篇幅报道 粉丝更是一阵错愕 因为才27岁的金宇斌 竟然被确诊出罹患鼻烟癌 金宇斌最近在感通告的过程中 感到身体不适前往医院就诊 幸好病情发现的较早 现在已经开始接受药物治疗 和放射线治疗 巧的是他去年主演的韩剧 《愿意依恋》中也有生病桥段 只不过在剧中是罹患脑癌 金宇斌所属的经纪公司也发布声明 对于之后的工作安排已经做了调整 将首先集中在治疗上面 一定会尽快痊愈 以健康的面貌跟大家见面 其实鼻烟癌患者平均年龄为46岁 耗发在40到50岁之间 月年轻罹患几率其实较低 但鼻烟癌具有很强的遗传基因 也跟饮食习惯有关 像是如果常吃咸鱼或是腌制食物 也会影响 金宇斌2013年以韩剧继承者们 在亚洲走红 目前正处演绎高峰 今年2月还来台办粉丝见面会 没想到现在竟离患鼻烟癌 粉丝都希望他能好好休养 赶紧恢复健康 TVB的新闻吴迪瑞临指挥综合报导 其实不止大牌明星艺人们 他们工作的时候承担风险 甚至连在现场拍摄的工作人员 风险也是蛮大的 最近却有一部韩剧的摄影师 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被花瓶砸到头 一男一女穿着韩国古代服饰 在拍摄争吵桥段 没想到下一秒 一个白色圆形陶瓷百事 就这样硬生生的砸中了 正在专心拍摄的摄影师 他通到双手紧抱头部 整个人和摄影机都往旁边倒 导演立刻中断摄影 而这一名摔东西的男演员 也立刻上前关心 许多网友看到画面 都直呼这名摄影师 真的拍得太认真了 才会来不及闪 看来拍摄意外 不只会发生在演员身上 可能之后就连剧组人员 也要保险 而最近韩国综艺节目 名单公布2017就揭露了 韩国演艺圈中 为特殊身体部位投保 破译韩元的艺人名单 才刚发布喜讯 要当爸爸的歌手润 对声带进行价值100亿韩元 将近3亿台币的6个月短期保险 堪称演艺圈之最 还有女团Girls Day的成员Ura 她的一双美腿让人称线 所以双腿保了5亿韩元 相当于台币1300万的保险 排名第六 其他像是演员李慧英等人 也分别为腿部和脸蛋 保了破亿韩元的身体保险 毕竟艺人赖以为生的部位 可恤 价值连城 TVB的新闻五多月 您指挥组合报导 南韩出南神的速度 越来越快了 过去刚刚看到有Rain 这个小天王 有时候韩剧还可以捧红大明星 像现在有金秀贤 李敏昊 周元 还有李忠硕等等 到底这些明星们走红的 有什么样一个特定的模式呢 带来了解 从富家公子 外星人 到驾高者 旧医治的外科医生 再到古灵精怪的杂志社记者 近来引爆话题的寒流小声 是不少台湾观众熟悉的 这一张俊俏面孔 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我马上来 Super Junior成原始源 在当兵前立作 他很漂亮中 努力耍宝 演出看似幼稚 却很专情的暖男 彻底抛弃 偶像包袱 人气再度攀升 不止收视率 夺下同党戏剧冠军 推特追踪人数 更成为韩心破五百万的第一人 收到矚目不止偶然 韩彭宇燕在电影破风中 双帅标系 让粉丝看得过瘾 下一场比赛 就要开始习惯输了 我好像已经听了好久 你打算什么时候实现呢 其实始源从出生开始 就被幸运之神眷顾 爸爸是知名企业总裁 标准的演艺权高富帅 却不当靠霸足 始源用自己的实力 闯出知名度 从男子团体出道 能唱能跳 在经纪公司拓展 海卫市场的策略设定中 始源的触角 很快地伸展进入华语影坛 那些曾经被你打败的人 怎可能接受你的帮助呢 那些曾经被你打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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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可能接受你的帮助呢 那些曾经被你打败的人 先汉留德华张学友合作 声势不输两位香港天王 美国电影网站 票选世界百大俊男 始源甚至名列第七 开场亚洲第一帅的他 201511月却要高唱从军曲 不过汉留没有休息空档 2013年后 韩剧再创一波收视狂潮 早就出新一代韩剧天王 这股浪潮中 第一个爆红的就是他 高富帅和平凡女的梦幻恋情 擂惑剧迷的心 继承者们不止在韩国热播 在两岸同样引发追剧热 使得李敏昊还为知名度攀上高峰 还成为韩星中 站上大陆春晚舞台的第一位 其实这已经是 李敏昊旋风二度席卷亚洲 阵高186 模特儿出身的他 刚出道时 只能接演戏份极少的小角色 直到2009这部戏 心运瞬间大开 在花样男子这部韩版流星花园中 李敏昊韩版道明寺的角色 迷倒一票 少女粉丝 闯开亚洲知名度 2013继承者们 在大陆受欢迎的成绩 连韩国媒体都大甘压抑 四世代韩流四世代车浪 三次 李敏昊 尽管在海外声势高涨 但是在娱乐事业高速前进的 韩国后浪 随机席卷而来 2014这个外星人 魅力席卷亚洲 180公分有着巴掌脸 完美的八头身 加上剧中外冷内热的 外星人杜教授 角色设定成功 杰秋贤全身上下都是话题 其实早在2012年古装剧 拥抱太阳的月亮 已经展露头角 年轻的灵魂却有深刻的演技 韩流第一代男神 裴永俊会演 无惧签下金秀贤 短短四年片酬 已经高达千万台币 声势如红 演技也大受肯定 纵横韩国各大影视奖项 强檔戏剧 捧红男主角 也靠着雷头模式窜出头 李正硕接棒来势汹汹 二度登上宝岛时 机场近千名粉丝全都陷入疯狂 还具皮诺秋中的深情形象 收服粉丝的心 不过今话深情男神前 李正硕其实挑战过 同志角色 当时的青色模样 恐怕没人料到 五年后的皮诺秋 让李正硕人气破表 因为一部戏 捧红一个人的韩剧模式 也在周元身上复制 演出龙八一后 周元身价水涨船高 一口气 即吊金雨冰 和金修贤 李敏浩云李中硕 名列寒流收视率 新四大天王 立刻登上大荧幕 演出追查杀害妹妹嫌犯的哥哥 首次挑战惊悚推理片 演进被也受肯定 周元的实力 早在演出电视剧前就定定 在改编电影第六感生死练的 韩版音乐剧中 挑大量演出 周元月上以目前早已拥有 丰富的舞台经验 歌喉演技 外形兼具 这些特点在这五大寒流男神身上 都看得到 新墩累积能量 后跳大爆发 接着卷起寒流浪潮 浪袭海外 向红得先千锤百炼 等待适当角色出现 在一出电视剧中大爆发 随即跃上大一幕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韩国造型工业 也以同等的能量进行着 不早的男神欧巴 会不会喜欢爱撒娇的女生呢 有人说日本的女生很温柔 还有人说台湾的女生 说话声音很嗲 最近就有一部港剧 叫做不懂撒娇的女人 就在探讨谁最会撒娇 就流汗还是很帅的 你的牛肉汤汤啊 好棒棒啊 用尽撒娇本领 称赞 嘎声 蝶字 样样都来 港剧不懂撒娇的女人 找来台湾女演员张伟纯 在剧中诠释台湾女孩的 撒娇功力 好求你了 还不错 试试吧 牛肉汤 帮她帮忙 帮我 还当起港星唐诗勇的撒娇老师 但撒娇可是需要天分 香港女生想模仿依旧学不来 港剧不懂撒娇的女人 在香港播出后受到超高关注 不止剧情 话题性爆棚 收视率更是创下今年新高 尤其是台湾女孩独有的嘎声 让张伟纯受到瞩目 电视台更放出她的视镜影片 庄可爱加上跺脚的小动作 让她一试就上 有特别的把那个角色的个性 加重一点点 就用了蛮多碟字 其实平常不见得每一个女生 都会去这么常使用那个碟字 可是在角色里面 就会想要去强化她 坦言在角色上做了不少努力 不过这一部片令人好奇的是 香港女生真的比较不会撒娇吗 其实香港女孩也是有撒娇的时候 不过可能是因为广东话听起来 语气比较急促 简短 才会觉得台湾女生的尾音和嗲音 特别明显 语言差异竟然也会成为受欢迎的标准 也让台湾女演员在香港 有了受瞩目的机会 TVB的新闻 徐昆山 李维华 林指慧台北报道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这个绕口令呢 是电影《痴痴的爱》里面的一个桥段 小S呢在里头饰演的是 应征购物台的助理 她为了让这一段看起来很自然 还特别不睿告 红鲤鱼与绿驴 洗脑声曲发威 不到一天的时间将近70万的点阅 小S电影《处女秀痴痴的爱》 不只半丑还挑战绕口令 红鲤鱼与绿驴 虽然在电影里小S念的乱七八糟 就连台湾国语都跑出来了 但电影一拍完 她反而念得超顺 红鲤鱼与绿驴 红鱼与绿驴 红鱼与绿驴 后来又唱了主题曲 然后又一直被那个 大家说再念一次再念一次 所以现在就变得非常顺 蔡康永为小S量身打造的电影 虽然看起来搞笑 不过剧情点出 明星姐妹党的竞争与嫉妒 还有演艺圈的B咖文化 尤其小S戏外也有个明星姐姐 不难让观众联想到戏外的她们 也会吵到撕破脸吗 我跟大S吵架了无数次 就是吵完就会立刻和好 绝对不可能拖到三年 我觉得太离奇了 恐怕忽略了其实演艺圈 一旦给你荣耀的时候 是很放大的荣耀 给你羞辱的时候 也是很放大的羞辱 这次吃世代里面也会有一些 这样的片段让大家见识一下 演艺圈的严苛 我恨你 小S为细减肥瘦身 还借酒一个月展现女演员的毅力 两人不认为电影像康熙这样嬉闹 而是带有亲情爱情的演艺圈奋斗时 要颠覆大家对喜剧的刻板印象 TVB的新闻 剧前杨青台北报道 而另外一部华语片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林依晨 她最近主演的《神秘家族》 这个故事是改编福建灭门的 血案真实故事 那在戏里头有一个大宅院 这其实是在台东的东南 我们来看看 喵喵 今天晚上能不能早一点回来啊 林依晨饰演被信心的少女 不只神秘剧情 吸睛 现在连拍摄场景也抢劲 背山面海的一层楼检阅建筑 还有能看见海的露台 电影中的主场景 其实就在台东 整个外面的一些造景 然后一些鱼池啊 就是还有这个房子的 仔细比一比就在台东都篮山区 从主建筑到庭园造景 还有木造平台看海景 统统原汁原味 另外屋子里的格局没变 但是家具几乎都撤光了 然后这边是他们林依晨房间 他就会直接进去房间 这是他们房间 对 可是目前已经 我知道 看不到那个原来的样子 你说原本是留哪个 柜子 然后还有那边的柜子 跟下面的这个柜子 他们就有这一大块地 又有一个面海的大平台 那剧组就看中了 就问说 那我们能不能在平台的后面 搭这个屋子 作为电影拍摄用 然后他们就答应了 当初剧组跟地主租地 砸下千万改拍摄场景 戏拍完之后留下空屋 地主就把这里变成咖啡店 也让游客慕名而来 这个点就是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台 后面也有很漂亮的山南 看他的预告片 就看到真的就是这里 电影神秘家族改编至大陆 福建的面门惨案 全台卖出700万 场景意外曝光 其实在台湾讨论度高 也让林依晨片中的新家 有可能成为新的朝圣景点 TUBS新闻 刘景元 吴迪瑞 沈锦阳 台东报导 艺人阿达直播的时候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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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不停 甚至还下跪行大礼 到底在干嘛呢 马上回来 尊敏音乐人 林荣璇的儿子发新专辑 来看他自己创作得怎么样 温暖嗓音唱情歌 年仅22岁的新生代歌手林亭汉 长得高又有行 不只会唱歌 还会创作词曲 背后还有个厉害的老爸 知名音乐人 林荣璇的儿子林亭汉 也要出专辑 为了宣传 老爸毫不吝啬 全力相挺 还开金嗓合唱 想起儿子想当歌手的过程 他说他会写歌 我说最好是了 那他说真的要写一首歌 我说你超来的吧 他就唱了一首歌给我一听 我说还不错啊 怎么从来没有知道你会写歌 不可能不爱你 你却要离去 明明还没忘记 你每个表情 原本以为开玩笑 但没想到儿子还真有想法 决定开始密集培养三年时间 每周要求创作一首新歌 尽管是新二代 但林荣璇完全不放水 该做的该要求的 一样都没少 还没有作品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 一定会贴标签嘛 因为他们也没有看到我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一定要 一定要让自己更突出 然后不能被说是 可能靠爸爸 就算老爸林荣璇名气响亮 但林荣璇不受影响 努力创作唱好情歌 要用浪漫又温暖的音乐 在歌坛 创出自己的一片天 TVB的新闻 卢洪昌 郑一祥台北报道 现在的直播是花招百出 我们来看艺人阿达 他如何出其招 各位宅男的世界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达 发行的最新单曲 身体健康 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做一件 对身体很有健康的事情 不多说 还没跳进去 要从这边走 等一下阿达要带大家 一起来体验这个 跳跳舞 弹跳场的魅力 是不是因为我新歌叫身体健康 所以做这么健康的活动 一定是要这样子啊 我们要符合主题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有请这个弹跳教练 小巴教练 他会跳出来吗 你看喔 这么灵活 所以话不多说 现在你先坐 阿达先跟着学 好 好 我们现在就要学了 我们要学了 我们要学了 不会太难 教练 从最容易的 震惊很容易的 好吗 好 容易 跳起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把你的手脚一起 打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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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走 手打开 手去摸脚尖 还要摸脚尖喔 一 二 快... 一 二 一 二 三 二 不错耶 一 二 一 干什么东西... 没有... 阿达 你赢我了 真的假的 我刚刚还在上面你没有 贵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支持我的新单曲 衣櫃 再贵 再贵 三贵贵 最贵 现在 厉害 厉害 贵球啦 來 這首歌我們獻給他 美好的食物 祝福他 也許你也常常遇到這些人事物 他的所作所為 真是酷 哪裡來的會有這樣的想法 哪裡來的榮亞會有這樣的想法 總是可以給我們最大的驚喜 彩虹都能保持最大的驚喜 講那麼多了 要跟大家說再見 好 我們準備票了 好 要轉圈對不對 好 拜拜 很開心可以跟你分享 宅野男的世界 我是怡靜 下次見囉 拜拜